是氣度非凡啊 有帥到 對啊 這樣等於是貴族派的最高領袖 臣服於宰相下 那帝國內部就是完整的統一了 在那之前 鐵鐵宰相雖然在帝國非常的荒廣 可是四大貴族都還是 擁有著能夠抗衡的實力 可是藉由這次的內戰 然後 學長的那一槍其實反而就讓貴族派掀起來 正因此 當他們毀滅之後 現在就是整個同仇在宰相的身下 感覺一切都是他計算的那種感覺 蛤 可惡 啊 喔 麥克到了要 發表森林 對啊蠻想要了解就是 克羅斯貝爾 他們的想法 人民的想法 嗯 獨立國 他們當初建立了獨立國 那當然是馬上就沒了 但是在那之前也是一個自治州 結果 現在也沒了 變成 隸屬國了 比比劍更有力 身為記者就要努力的去採訪 標題有改喔 F5一下應該就有了 我自己看都有改了 喔 喔 黑月 是 是他們 欸 喔 真的 來到 靈鬼閉鬼了 給了巡邏兵一點好處 喔唷 羅伊德 他的頭像也變了 羅伊德的頭像 感覺 感覺那個頭像變年輕了 旁邊這個大家應該非常的注目 非常的正 非常的漂亮 他是立夏 是 實力高超的 殺手 但同時也是 那個 馬戲團的 第二女主角 現在這 很讚 是 對 這 也是 這 這 是 這 是 他們倆的 作戰要成功 什麼樣的作戰啊 哇 你看那個服裝多好啊 真好 黑月是黑社會的 他也算是共和國的 溝通管道之一 所以 很努力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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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羅伊德 你的那個下巴好像有點尖啊 好不習慣啊 你是不是 認識了蘇卡啊 但是立夏 立夏 我可以 這個太棒了 哇 他們在地下空間 好懷念喔 真的感覺變年輕 而且頭髮變少 以前比較蓬鬆 立夏毛超正 怎麼會在旁邊的是立夏毛啊 其他人呢 走 立夏 嗨 哇 咳 外戰中可以操控羅伊德和立夏進行迷宮的探索攻略 還可以用歐幫萊斯嗎 天啊 3D版的了 不好意思 這邊我真的非常的感到震撼啊 畢竟當初玩靈鬼跟壁鬼的時候還不是3D的 這邊可以好清楚的看到羅伊德 真的覺得以前他頭髮 感覺在更蓬鬆一點 然後他拿的是這個叫做 旋滾的樣子 很特別的武器 喔 換立夏了 好真喔 我們放著不動好不好 我記得放著不動 大概等30秒他們會講話 我們來看一下 快點講 對啊當初羅伊德 我也是玩跟大小姐的那個祖先 怎麼不講話 QQ QQ 這沒有設計嗎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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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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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QQQ 我真的只是在看跟以前的比較 裝備的部分 啊都沒了 深淵 真豆粉皮帶 OK 八磁鳥感 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戰績嗎 旭日東升 就感覺跟之前一樣 立夏矛 真幻月之舞 感覺立夏矛的戰績比較厲害喔 這是西語 OK 手臂不太行 畢竟他是殺手嘛 一定要穿這種鐵甲 這才是 這個手才是正常的啊 其他部位反而怪怪的啊 你看這種手就可以直接 直接擋招有沒有 人家劍砍過來他直接用手臂就可以擋住了 我們還要再看一下 他們放的核心會是力量 跟叢雲 OK 反正基本上我應該沒辦法放什麼 對啊 大致上有的稍微看一下就好 然後 喔呦 Link到5了 好 那我們就儲存一下 特扁的道具可以打開 我沒有特扁的道具 道具堡 我太確定 對啊燃燒之星很厲害了 特扁道具 我沒有什麼 對啊我沒有什麼可以用的 好 那我們就跟著立下毛前進吧 這裡是剛剛的那裡吧 看看有什麼對話 喔 有一個 石爆呢 等一下可以來看一下書 這裡居然有秘密地點 這裡居然有秘密地點 看一下喔 1月14日 資資州代表的麥克道爾臨事跟簽約 克洛斯貝爾的資資州資權 結束了 麥克道爾的聲音慚愧不已 說完就走了 市民們整個都是默哀 然後帝國政府為了保障居民的安全設置了總督府 然後來統治大家 帝國此舉是否合乎正義呢 回顧一下歷史 這個克洛斯貝爾的動向 這就是靈鬼跟閉鬼發生的事情 在10月份的時候 克洛斯貝爾的市長迪塔 他用了一些手段 所以宣布了克洛斯貝爾的獨立國 並且他也是 一個國際銀行的總裁 所以他凍結了各國的資金 要挾各國必須要承認他們的獨立 才可以解放他們的錢 可以想像成在現實世界就是瑞士銀行 這個世界最權威的銀行 凍結了其他國家的資金 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對 那帝國 譴責此舉要去佔領 但是最後被他們用列車炮給 噢 哦對 帝國發發發射列車炮 但是卻被 他們給反擊了 他們用他們的神兵給毀滅他們 之後呢 低塔大總統的正當性說要質疑被警察給逮捕了 這也是之前的故事 所以呢 帝國 就用他們的方式來佔領 OK 康斯貝爾究竟屬於哪一方 我們是否應該門心質問呢 然後 帝國投入了機甲兵部隊 名為灰色騎士 呼籲民眾冷靜 也是啦 狸人有可能是 如果他不參戰 那只會 戰爭只會越打越大 所以他迫不得已才參戰 也是有這樣的可能 啊 在1月的寒冬天空下 我們正式成立了帝國領土 克洛斯貝爾州的人民 對於這樣事實 想必各位都有不同的見解 畢竟這時代太過巨大了 自此自治州已成為過去 有些事情還是不會改變 我們仍然是擁有自由意志的個人 所以就讓我們在出生的故鄉 在這嚴重的天空下 繼續思考下去吧 哇 OK 這是閃之軌跡 好 那我們 走吧 哇 這也像是以前的怪物 那個 小毛鼠 這距離有點難抓啦 呵呵呵 負擔擔 負擔擔 看看 哇 欸 哇 欸 這比 這比 這比黎恩的 人件合一還要猛啊 這個只要花CP50 而且他可以撐 他可以用5回合 啊 不過他會那個啦 5回合過後會暈眩 還記得 那 黎恩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 欸 不能 不能偵察喔 黎恩你爛透了 哇 實話欸 好猛喔 都不能偵察 但是只能打啊 先用第一招看看 哇 好懷念喔 這兩隻應該是要魔法打的 太快了啊 我生氣了生氣了 沒錯 這是閉鬼的BGM 這應該是補血的怪 嗯哼 這裡是羅伊德的世代啦 應該用魔法打對不對 他們怕魔法 怕 地屬性的 喔 好可惡是不是 太習慣了 太習慣了 上阿羅伊德 一個金和號攻擊 喔 剛剛最後有獲得情報 哇 天哪 這個真的好神秘喔 我補個血 順帶一提 除了戰鬥的BGM 連這個環境底下的那個 BGM 都是避鬼的 有沒有大家現在聽到這個BGM 這就是避鬼的BGM 真懷念 好啦很少打架 我們多打幾下 有音樂 一樣的怪物喔 有了 他們的情報拿到 一樣怕地屬性阿 哇 羅伊德好猛阿 有人說可以去合成那個 情報解析 我來 我去合成看看好了 不然怪物都看不到他的解析 那個 情報有點可惜 真的超懷念的 然後 這邊可以用立下 真的是 真的是很壞阿 看一下喔 情報解析 有了 可以獲得了 那我們用兩個 給他們兩個都裝 兩個人都裝 都奶 好 其實GOGO 可以認真努力的GOGO了 為了 那個人都不想走 那是